我們警察,一輩子,怎麼容許這種事情發生,絕對不允許,所以我們要比照太陽花,公正行政院,對不對? 當暴民衝到行政機關,去進行破壞,進行佔據的時候,警察同仁去進行驅離的時候,我不知道這位法官,是如何去定義警察,如何可以有效守法的執行情務 但是這個判決,是所有民主國家裡,有司法公平正義的判決裡面來講,是最錯誤的一個 同時,我必須要譴責蔡英文政府,蔡英文政府,你們當時,對太陽花違法的這些報名,你們居然取消了告訴我 你們犯的第一大錯誤就是,你們讓中華民國所有的法官,無所依循 我同時在這裡要提醒,所有的司法界的人士,包括檢調單位,包括法官,包括大法官 請你們重視,中華民國的憲法,跟法律的完整,同時在這個階段,我也要對法官提出一個要求 跟檢察官一樣提出一個要求,總統專機走私私焉的案子,你們要辦到底才對,對不對 我們警察,被踩在腳底下,對不對 我們警察的尊嚴,被踩在腳底下,對不對 我們警察,被欺負,對不對 對 我們警察,一輩子,怎麼逃避這種事情發生 不宜許 絕對不宜許 所以,我們要比照太陽花,公正行政院,對不對 對 我們一定要公正行政院,前面架了巨馬 我請現實的警察人員,你們要消極的不作為 你們的權利喔,消極不作為 你們可以行使大作權 你們可以行使退避權 我們如果有受傷 你就要比照照法官的判決 你要賠償我們,你知道嗎 所以,你們要行使退避權 你要行使代貿權 待會,我會帶頭爬,這個鐵軍馬 大家跟著我爬,好不好 好 加油 加油 大家加油 嚴謹,不要趕 不要趕 王國,加油 加油 娘,娘,娘 你不要再治我了 肝南,肝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